谢谢马道志的运员同时来关心的中天全球现场营销店 来关心日本疫情逐步趋缓 包括了东京首都圈大阪还有冲绳等地都逐步放宽餐饮业防疫的限制 东京首都圈三个县市20号也决定从25号也就是今天开始 解除对餐厅的营业时间限制的要求 包含了千叶县 奇遇县还有神奈川县 在里头的餐饮业者全面取消缩短营业时间 还有限制酒水供应时间等等的要求 不过来看的是东京都知识小池百合子提醒大家 从10月25号到10月30号期间的防疫成效将会是跨年防疫的参考 小池也呼吁提醒民众考量到冬天气候干燥 接近年底时聚餐机会会增加 燃疫的风险也可能会随之百升高 大陆最近进行了这一次水下的爆破测试 受到媒体关注 为什么呢 是因为这一回是大陆头一回第一次 头一周磨拟敌方高庄码头进行了爆破 从公布的现场您可以看到 爆破当下从水底喷发的水柱相当相当高 可以感受到爆炸威力之强 也把整座码头完全给摧毁 大陆军方在这次炸毁码头的测试当中 在各个部位安装了感测器 以搜集大量实战条件下的数据 大陆媒体报导攻击敌方的码头将有助于切断敌人不及 不过另外还来关心美国总统拜登登 是上了CN的节目 不过这个样子你看怪怪的 不是这个画面不是静止的 他是真的 拜登就让不动 突然做出这样子鬼异动作 双手握拳手肘弯曲90度 就僵在现场 而且这一僵呈现这个实话的状态 还僵了19秒完全都没动 连眼睛都没眨 这个超怪异的姿态很多网友看了觉得怪怪的傻眼 纷纷恶搞批图 你看有人把他批了骑马照 因为这样子好像在握张绳 也有人把他恶搞成好像在背火箭一样 但也有不少人担心是不是拜登的身体健康出了问题 上节目接受访问 但美国总统拜登这是怎么了 主持人还在问拜登突然双手紧紧握拳 手肘也弯曲90度放在身体两侧 再加上脸部几乎面无表情 整个人除了手指稍微动了几下 其他身体部位几乎呈现僵硬实话状态 至少超过19秒钟 网友怎么看就是看不懂 心中只想问总统您还好吗 不少网友立刻发挥创意来个劈土大赛 摄影棚里变出一匹马马匹缰绳放在拜登手里 还真是刚刚好 不骑针马旋转木马也很搭 还有人让拜登手拿美国开趴常用道具 漏斗和吸管到海滩狂欢 这张则是化身火箭人 背着推进器手握操纵感 仿佛下一秒就要从摄影棚起飞 但大家恶搞同时 也有不少人忍不住替拜登担忧 难道是生了病身体机能退化 才会不自觉摆出怪姿势 让堂堂总统又沦为全球网友 嘲讽对象 记者综合报道 好猫头鹰在说 拜登在玩五十十五 另外王成凯说 一二三跑步走 应该是要继续来跑吗 陈欣爱说是不是手脚发麻了 还有TT钢铁说是鱿鱼游戏吗 一二三梦头人 TT不容说拜登是不是在梦游呢 好不过各位喜欢 全球大事业的观众 全球大事业粉专要上线 全新大事业的影片 包括观点还要带大事业的粉丝 专业都能够通通的满足 只要搜寻脸书 全球大事业CTITalk 就能够找到官方的粉专 欢迎按赞追踪加入行列 请不吝点赞追踏行列 杀追踏行列